慈激志工姜宝叶的大儿子林志雄因为癌症 应年早逝 姜宝叶白发人送黑发人 终日以泪洗面 法新家人一直在身边开导 陪伴姜宝叶走过艰难时刻 走出丧子之痛的姜宝叶 决定把儿子的货车捐给慈激清朝向社区关怀中心 坐环保车 延续儿子的爱心 造福地球 我已经货车捐给慈激志工 我已经货车捐给慈激志工 所以我已经货车捐给慈激志工 由于货车年久失修 姜宝叶也请求慈激志工帮忙维修 确保货车恢复完好的状态 在进行转让 三天这几天的当地的时候 我的家人跟她们说 她的弟弟是女儿 她是女儿的父母 然后她说 她在家里走来 她是女儿的 她在家里 她在家里煎得完 那时我说 要煎出去 是 不然煎了 她走路了 然后我说 四中间 然后感到一座干的老作 我感到很感激 我感到很辛苦 慈激青草下社区负责人 特地举办了简单的茶会 一是进行钥匙移交仪式 二则感恩及复卫姜宝叶和家人 我们有万般的不舍 但是我们要平均 上人所说的 风争断了我们 就让他随他而动 最重要我们要原系 他这一份商业 要原系他这一份 他的重要 让我们可以 更加专注在这个环保之业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地球 都是可以 更清洁 面对至亲离别的苦 总是千长过渡 能够转念 画小爱为大爱 则成就人间菩萨 大海新闻真善美之工 林立林黄庆艳 李建宗 马来西亚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礼咨 第二个礼咨 在集成 第二个礼咨 你 在集成